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随着整个疯马秀事件的淡化 卷入其中的Lisa和杨颖 也是先后迎来了付出 前者Lisa人气不仅在创新高 而且还成为了欧美的宠儿 杨颖虽然付出后有些遇冷 但相关的社交媒体却也已经正常的营业 在合适的时机下 或也将全面回归到大众眼前 唯独张嘉尼的微博等社交媒体 却依旧处于封禁状态 虽然在卷入风马秀争议的两位国内女星中 张嘉尼的人气更低 但比起杨颖各种回避镜头的低调 当初在风马秀门口各种招摇合影的张嘉尼 显然也将受到更为严重的惩罚 若张嘉尼仍旧处于封禁状态 短时间内无法迎来付出的话 那她主演的影视作品的开播前景 显然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这其中尤其是张嘉尼出演《女二号》 合作陈毅、李依童的英雄志预计4月开播的党期货 也将增添阴霾 甚至还将再度延后 原本就因为此前的备案问题 影响了一定市场前景的英雄志 若受到张嘉尼的影响 导致无法再合适党期上线开播的话 那对于整部剧 尤其是诚意在内的主演们 无疑是一件非常受伤的事情 可谓是祸从天降 妥妥的食材 要知道 抛开相关备案和张嘉尼事件的影响外 回归到作品本身 《英雄志》无疑是一部有剧情 有制作和有阵容的古装武侠佳作 具备了非常强的爆款属性 首先 电视剧《英雄志》是一部有着朝堂、江湖、情爱纠葛等元素的古装武侠剧 整个剧情和人物设定 都有着诸多的反转和递进 尤其是当江湖与朝堂全谋联系在一起后 整个主线故事显然也是更具看点和精彩度 在流出的各种路透中 整部剧的浮化道和制作也是非常的精良 剧集的整体实力可谓是非常的强劲 再者 《英雄志》的演员阵容也是足够的雄厚 清一色的巨男美女 满眼镜是古风帅哥和女神 在扬眼的同时 也是带给了剧集更多的竞争力 担当男主的诚意 是时下最具人气的小生之一 不仅颜值演技兼备 而且更是公认的古装男神 在《莲花楼》《沉香如蟹》等剧中 都有着足够出色的表现 不论是流量号照力 又或者是扛剧能力 都非常的优秀 出演女主的李亦彤 则是《九十花》中的佼佼者 甜美的五官 清新自然的气质 加上不俗的演技和出众的古装扮相 李亦彤在古偶剧中 无疑有着非常强大的流量号照力 尤其是在《英雄志》中与诚意合作默契的情况下 两人的组合更是让人无比的期待 配角中的肖顺瑶 包尚恩 柳云龙 王千元等人 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颜值演技实力派 其中肖顺瑶 王千元更是有着丰富的武侠剧表演经验 有他们的助阵 整部剧的实力和质量也是有着极高的保证度 因此 这样一部在各个方面实力都十分出色的作品 若因为张嘉尼影响了剧集的前景和最终成绩口碑 那对于有望凭借新剧迎来腾飞的诚意 李亦彤等主演 将会是一次非常大的打击 当然了 就目前的大环境而言 Lisa和杨颖都先后迎来了付出 相关的营业也是全面恢复 即便张嘉尼当时的行为太过招摇 但在更长的封禁期过后 解禁付出或已是必然的事情 只不过 以张嘉尼目前的风评和口碑来说 若英雄志对他的戏份没有二次处理的话 那整部剧后续的招商和市场价值 或仍旧受到一些影响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私信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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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